上帝是完全慈爱而没有愤怒的吗 有关上帝的愤怒圣经怎么说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Joe 今天的影片和大家分享上帝的愤怒 以及有关上帝愤怒的四个圣经事实 很快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频道 欢迎来到装备生命 希望你能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点赞及打开通知小铃铛 那你就可以收到下一支影片的通知了 谢谢 在我们这个时代 有许多人对上帝会发怒 而且也会表达愤怒而感到不安 因为上帝如果是会发怒的 而且会对他们发怒 他们认为最好不要和上帝有任何关系比较好 例如上帝的审判 可以导致索多玛和俄莫拉等城市的毁灭 他也命令毁掉 迦南人包括他们的子孙 还有通过洪水毁灭世界再来个实灾 或让人们遭受痛苦或进入永远的地狱 想象到这些可怕的景象 有许多人无法调和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惩罚 因为他们无法理解 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会如此严厉 甚至残酷的惩罚人们呢 即使在今天的一些教堂里 有的也不愿意谈论上帝的愤怒 没有看到他的必要性或重要性 他们宁愿描绘出上帝某些特质 例如他的爱与恩典 也不愿意真实地反映一个圣经真正神的本质 有时候上帝愤怒的课题甚至让人感到不舒服或反感 因此出于各种原因 人们宁可不谈论任何与上帝的愤怒有关的课题 然而圣经的确有提到神的愤怒 上帝的愤怒 即使多么不想触及 也无法改变这个真理 在旧约和新约中 圣经总是提醒我们 上帝有能力表达他的愤怒 正如表达他的爱一样 什么是上帝的愤怒 上帝的愤怒是上帝对不义和罪恶的人性的正义回应和审判 对那些行为应受到永恒谴责的人 这是一种神圣而公义的反应 认识上帝一书的作者说 圣经里上帝的愤怒 不是一般人经常发生的那种 反复无常自我放纵 烦躁 粗暴的行为 相反的 它是客观的对待邪恶的正确和必要的反应 罗马书说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 不谦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关于上帝的愤怒 我们应该知道的四个圣经事实 一 愤怒不是上帝的本性 是对邪恶的回应 上帝的愤怒不是他的本性 而是对邪恶的回应 他是被激怒了 上帝的愤怒与他的爱有非常重要的区别 圣经说 上帝就是爱 那是他的本性 上帝的爱没有被激发 上帝爱我们 不是因为他看到我们身上的智慧 美丽或善良 上帝爱我们 因为上帝是爱 爱是他的本性 但是上帝的愤怒是不同的 这是他对邪恶侵犯他神圣的世界的回应 如果世上没有罪 上帝就不会愤怒 上帝的愤怒也不同于人的愤怒 在许多情况下 人的愤怒导致罪恶 但是上帝的愤怒是神伸张正义的反应 上帝的愤怒也被称为义愤 是对罪恶和不义的完美反应 因此当上帝生气时 他永远是不会错的 他的愤怒只是对不公义行为的一种正义的回应 圣经说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人们常说 爱的对立面不是仇恨 而是冷漠 想想看 如果上帝对于世上的邪恶 以淡淡的笑容 或者是稍微皱着眉头看看 那我们的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对于一个充满罪恶暴力历史的世界 因为有位反对一切邪恶 并拥有消灭一切邪恶力量 能力和意志的上帝 我们才有个希望 第二 上帝缓慢发怒 上帝不轻易发怒 而且慢慢发怒 这特性在旧约多次被提到 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上帝允许邪恶继续存在 为什么他不立刻解决所有的罪恶呢 事实上 我们的世界上 每一天 几乎每一秒 都有罪恶发生 但上帝向我们显示了爱 恩典和耐心 圣经说 上帝发怒很慢 因为他对善恶都充满着爱心和仁慈 希望邪恶和不敬谦的人 在为时已晚之前 悔改并得救 诗篇说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彼得后书说 主说应许的善惠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上帝发怒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恩典之门将会被关闭 在那一天之前 现在恩典大门打开的时候 上帝耐心的 借着耶稣基督给世人 获得恩典与救赎的机会 人们只要凭着信心 而悔改来到他面前 第三 人们应该要敬畏 和避免上帝的愤怒 上帝的愤怒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因此人们应该认真看待 当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愤怒 反而淡化上帝的这一神性时 会导致反神主义 或行为 或上帝恩典的扭曲 换句话说 对上帝的愤怒缺乏了理解 会导致人们将罪恶的后果 视为己所当然 耶稣在马太福音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因此 特别是对于那些拒绝接受 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 真的要敬畏上帝的愤怒 不了解上帝愤怒时 我们就不会理解 不敬畏上帝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有多么可怕的后果 第四 耶稣基督独自从上帝的愤怒中救赎了世人 罗马书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事实上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 然而 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过 并且通过十字架上 偿还我们罪 而接受了我们应受的惩罚 以便我们拥有永生 而不必面对上帝的愤怒 约翰福音说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罗马书说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此任何重生或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都不会经历上帝的愤怒 因为他已从耶稣基督获得救赎 免受了永恒的惩罚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 而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使我们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记得点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 祝福你 拜拜 拜拜